大家好,這裡是原來是這樣子的頻道 今天來介紹一種特殊的蘭花 之前從來沒有介紹過的品種 這個是寶石蘭系列的蘭花 在中文稱為寶石蘭 其實就是長得像是這樣子 其實它看起來就是一種地生蘭的其中一種 它的葉片非常的漂亮 有沒有看到 台灣也有類似這種葉片的模式的 像是一些地生蘭 像是台灣有些地生蘭就長類似這種概念 這種就是他們叫寶石蘭系列的蘭花 是它的花很像寶石蘭那一系列的 就是地生蘭為主的 帶有一條長長的金 然後呢在長邊會長出結尖 那我一直把它放在中光的地方 它葉片就會產生這種很漂亮的紋路 那它的花很小 所以看起來很不起眼 那看起來是非常好種 目前放在那邊 然後用水 它來的時候就水草種植 那也長得 看起來也是還OK 那看這邊都長 還要再長新的芽 不知道是新的芽還是新的根 那其實就是我覺得是蠻好種植一種品種 只是它因為它是 算是地生蘭的其中一種品氣 真的是比較冷門一些些 不過它可以賞葉 它可以賞葉 這種應該是算賞葉型的蘭花吧 因為它的花真的很不起眼 小小的很不起眼 那寶石蘭呢其實在台灣很少人玩 很少人玩 那之前有買幾 買一顆回來種種看 那看起來種了大概 這個大概在我這邊有半年之久 相對而言它沒有那麼難種 所以我覺得看起來還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還沒有死掉 因為來的時候其實開完花以後呢 長得就不是那麼漂亮 那現在因為新葉來了 你看這個都新葉 看起來就還蠻有銀色的感覺 還蠻漂亮的 你可以看我的手指 就知道它其實不是很大 它大小不是很大 但它開起來的花呢更小 開起來花更小 開起來花就很像紫柱蘭 我們之前在公園 我有介紹過紫柱蘭那一類的東西 小小的台灣的野生蘭 小小的那這個應該看起來 也是那一類的品種之一 看那一類的品種之一 所以呢 算是一種奇特型的地生蘭 我一直覺得它應該是地生蘭 因為只有地生蘭才是長成這樣子 你可以看它的那個結晶 就很像我們在看紫柱蘭 它就是一個結晶 然後下面根系 不過它這個根系種的是水草 OK 好 那我種的方式還是一樣 就是全乾全濕的澆水方式 所以一樣是有長起 而且長出兩個小側芽 這邊還有一個小側芽 所以總共應該會長到四個小側芽 我看起來 所以呢 看起來不是很難中 不是很難中 只是不多見而已 不多見而已 那它的花會沿著這個金的頂部開起來 那開完以後呢 這個金的頂部就沒有不會再開花了 所以它會再長 簡單的時候它生長點就結束了 這時候它可能會長出小側芽出來 然後再從上面開花 所以它的特點是 開花是從頂部開 你可以看開花是從這個頂部 這個頂部非常的明顯 那開完以後這個 這個枝條就結束了 它可能就從旁邊再長新的枝條出來 然後等到明年再開花 那開花季是 我記得是秋冬吧 那時候買來是有花的 那等到今年如果再開花的時候 再給大家看一下 算是一種比較少人玩的蘭花之一 算是比較特別的蘭花 看它葉子很漂亮 銀銀的 然後帶有斑葉形的野色 那這一類型的蘭花真的比較少人玩一些些 算比較冷門型的品種 好OK 那台灣到底叫什麼 好像大午斑葉蘭 台灣有很多斑葉蘭系列 那但是大午斑葉蘭是高山的品種 平地種不太火 然後基本上就是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那這個是國外的品種 相對而言蠻好重的 我覺得我放在低光的地方 跟那個國蘭放在一起 跟惠蘭那一類的放在一起 那長得還不錯 長得還不錯 OK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